嘩,哥哥,你看,這裡說很多學生都有眼睛問題 好像眼乾、眼痛,或者看東西時清時蒙 我也有,不知道是不是這麼排隊的電腦螢幕多 我又不覺得,為什麼你這麼差勁 嘩,你是誰? 我是誰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們要知道怎樣保護雙眼 有什麼特別?要怎樣保護? 很簡單,記住四件事就行了 第一件事就是看書或者看著電子屏幕的時間都要有充足的光線 還要留意屏幕的光度應該和周圍環境差不多 或者是屏幕最大光度的六至七成 還有要盡量減少屏幕的反光和圓光,降低雙眼的刺激 而第二件事就是雙眼和屏幕要保持適當的距離 例如看手機最少要距離三十厘米 大一點的平板就要四十厘米 至於電腦最好就有五十至七十厘米 至於第三件事就是要定時休息一下 例如每二十分鐘就要少休二十秒 去看看一些遠的東西 好像窗外的風景一樣 讓雙眼的肌肉可以放鬆一下 而最後就是限制每日對著屏幕的時間 不要多過四至六個小時 讓雙眼有多點時間休息 這樣看上去都精靈過人了 很熱,爸爸平時都是這樣跟我們說的 那他有沒有定期帶你們去驗眼? 為什麼? 因為六至十二歲是近視發展的高峰期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眼球正在快速發育 如果受到過度刺激就會令眼球拉長,造成近視 嚴重的話可以半年加深一百度以上 所以家長最好是由小朋友四歲開始 正常帶他們去驗眼 如果及了發現 就可以減慢近視加深的速度 這麼麻煩的? 一旦有近視需要戴眼鏡矯正視力 打球、游泳都不太方便 戴隱形眼鏡又有感染風險 如果度數太深,特別是超過五百度 更會增加患上其他眼睛疾病的風險 像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病、視眸眸脫落散燈 嘩,好像很嚴重的 我們知道了,平時會好好保護雙眼 那就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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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